大家好 我是蔡希 拥有一个舒适的家是很多人的梦想 特别在现在这个房价不断上涨 但薪水却一直原地踏步的年代 很多人辛苦工作一辈子 也只是为了买一套自己心目中完美的房子 不过说来容易 大家有时候也不免会买到一些奇葩装潢 又或者是住了一段时间才发现问题多多的房子 那这时候就只能找人来重新装潢了 日本就有一档专门记录这些老乌翻新的综艺节目 因为建筑是神乎奇迹的设计技巧 总是可以把各种有问题的房子化腹朽为神奇而大受欢迎 可是这样一档红极一时的综艺节目 却在2016年因为各种丑闻缠身而被逼停播 它就是今天要说的全能住宅改造王了 住宅改造王是由赵日电视台制作 从2002年4月28号开始每周日固定播放 节目组会在日本全国 赵木觉得自己房子有问题的观众 然后安排专业建筑师给挑选出来的观众改建他们的房子 但别以为上节目 节目组就会帮你付钱 改建的费用还是由观众自己来承担 节目只是派下房子改建的整个过程 不过住宅改造王的好看之处 在于它是以纪录片的方式拍摄 除了改建的过程 它还会记录屋主一家跟房子的历史 派下房子在改建前给生活带来的不便 让观众有更长的代入感 主持人又会让嘉宾和观众猜猜 究竟建筑师会用什么方法改善房子的问题 来提高观众的参与度 比如这间在大阪府梅坊市 被节目组称为楼梯突然断掉的房子 屋主最初买回来的时候本来是平房 后来觉得地方不够大就加建二楼的部分 可是连接一楼和二楼的楼梯 却被设计在房子的中间 结果一楼就被分成了东西两边 每次想要从东边到西边都要先绕过楼梯 而且因为这楼梯正对着悬关 打开门的时候也让人觉得很碍眼 不过这楼梯最大的问题 是设计的时候没考虑到空间的长度不足 结果楼梯盖到悬关的位置就不能再盖 看起来就像是突然断掉的样子 虽然勉强在楼梯下面加了三块踏板 但因为角度突然改变的关系 这对于已经83岁的屋主来说也是非常危险 那到底最初是哪个天才想到这么奇葩的楼梯呢 没错 那个天才就是屋主本人了 除此之外 这房子还有很多奇葩设计 像是有两道门的厕所 不知道干嘛用 却挡住厨房吊柜的垂墙 还有采光不足的问题等等 全部都是这个天才屋主的主意 不过在经过建筑师的改造之后 楼梯被改到悬关侧面的墙边 台阶的倾斜度也平缓了很多 而且考虑到屋主年纪大 建筑师还特地给楼梯架了防滑设计 至于本来在房子中间的楼梯被拆掉之后 建筑师又把二楼的洞保留改建成天井 提升空间感的同时还可以增加采光和通风 你看屋主跟他老婆笑得那么开心 就知道他们非常满意了 正正因为全能住宅王抓住了观众对理想的家的向往 节目从播出以来受视率一直都很高 就连香港、台湾和中国的电视台也都引进播放 那为什么这么好看的一档节目到2016年就突然没了呢 理由就是不是所有人都满意改建的结果 甚至有观众因为房子被改坏掉而提告节目组 当中闹得最大的就是这个在2009年11月1号播出 被节目组称为跟剑四列的家了 开拉面店的中原跟他老婆和三个孩子 住在东京都列马区一间两层高的房子 虽然说房子很大很够住 但问题是房子里面的楼梯非常的多 这是因为前屋主把原本两间分开的房子买下来之后 又在中间加建强行把前后两个房子连接了起来 可是因为房子是盖着斜坡的关系 连接起来之后房子里面就多了很多楼梯 如果想要从屋子的最里面走到门口的话 中原散他们要翻山越岭走很多楼梯才行 而当中最高的内积台阶就有70公分那么高 有一次中原的老婆就因为踩空楼梯摔倒 结果去医院检查发现根箭断开了一半 当然这房子还有其他小问题 但中原上最大的希望就是能把这些凡人的台阶解决掉 于是节目组就安排了外号空间方程师艺术家的建筑师 龙泽俊之负责这次的改造工程 艺术家亲自到现场视察过之后也表示没问题 大概花2200万日元就能解决问题了 于是中原的老婆就趁着翻新的空档 带着三个孩子回马来西亚娘家 因为工作走不开的中原厂就暂时住在拉面店的店里 一家人想着回来后就可以看到没有台阶的新家了 虽然我不是建筑师但这听起来很不错吧 委托人中原上也是这么想的 他还很热情地招待艺术家去店里吃饭 可是节目越进行到后期就越是不对劲 虽然房子是漂亮了很多 但是中原上最在意的台阶却几乎没怎么解决 特别是中原上最在意的那个70公分台阶 艺术家还说是故意保留下来 随便放几个箱子把台阶拆分就当时解决了 结果节目播出后没多久 中原上就跟杂志实名告发 说自己被节目组和艺术家欺骗了 根据中原上的说法 其实他在刚进房子的那一瞬间 看到还有那么多台阶就已经崩溃了 只是因为当时有摄影机在拍的关系 他才抢言欢笑 他事前也想过多少应该还是会有些台阶 只是没想到台阶还是会有这么多 中原上还说问题不只是楼梯的部分 改造之后他感觉一楼变得比以前冷 于是就找专业的厌恶公司来验收 结果发现原来一楼的地板没放隔热材料 这样子不止冬天的时候会特别冷 地板也会因为温差的关系揭露 长期吸水的话就会出现变形的情况 另外改造后 房子的地基、承重墙和防火 也被发现有不同程度的问题 花了两千多万日元 结果换来了这种房子 中原上当然是不接受了 但是面对中原上的指控 负责改造的艺术家和节目组 都否认是自己的责任 也不接受杂志的采访要求 只是说一切都交了给律师处理 后于无奈中原上只能提高艺术家和节目组 不过关于这关系的结果就没有后续报道了 但就算屋主满意改造的结果 也不代表完全没事了 比如这集小宝宝无法爬来爬去的家 因为屋主把原本是咖啡厅的店 直接拿来当房子住 所以里面的设计非常不适合居住 尤其是接下来屋主的孙子马上就要出生 所以屋主就希望能把房子改建 让小宝宝以后有地方可以爬来爬去 经过建筑师的估算之后 他认为改建大概要花2500万日元 然后经过一番大改造之后 屋主对于新装行的房子觉得很满意 节目的画面显示改造的费用确实是在预算之内 不过其实这个金额是节目组造假的 实际上这次的改造超出预算的一倍 花了超过5000万日元 而且超出的部分都是按节目组要求的最佳工程 但是当建设公司跟节目组要工程费的时候 节目组却耍赖不认账 于是建设公司就把朝日电视台告上法院 要求电视台付清2900万日元的工厂费 知情者还说除了中原散和建设公司的官司 其实节目组还有很多没有闹上新闻的官司 正正因为住宅改造王这个节目 不赚钱之余还赔钱 朝日电视台决定在2016年停止固定播出 以后只能作为特别节目不定期播放 最后希望大家都能找到自己心目中理想的房子 好了我是沙姬 我们下次见 拜 by bwd6 by bwd6 m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